Hello 大家好 我是萌萌 今天我来到了西九文化区 我现在是M家的天台 我今天来这里做什么呢? 就是今天 可以说是我这个星期 唯一一天可以出来看瑞星的 我今天的目标其实就是 拍瑞星 我们要找一个西面的地方 今天是非常之好天的 所以就选了这里 希望我的天台不要太早生 我去研究一下这边的开放时间 其实这里也挺漂亮的 这里可以看到西面的海 而太阳的位置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太阳在这里落 水星就应该在这里高一点 我想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位置 还是我应该在下面那边拍摄呢? 就是下面海皮那边 然后呢 这里好像多一点景 我刚刚查看了M家 星期日是6点 所以呢 我怕它那个天台花园 都会早生 所以我还是下来了 现在呢 我就不如直接去海边那边 去海边那边拍摄好过了 好像安全一些 而且会有些海风 上面都有一些谷谷地 因为没什么风 现在就过去海边先 Comet Shuchun Sun Atlas 紫金山阿特拉斯水星 編号C2023A3 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小行星陆地撞击持续警报系统 哇 很多人啊 今天星期日了 所以特别多人 那现在呢 我就去海边 首先呢 在上面那边有 后面那座野 有个二楼的 但是呢 上面那边看下来 刚刚日落和瑞星的位置 是被一棵树遮了的 所以我就不去那边了 那我直接到海边那边 可以看到紫金山阿特拉斯水星的机会 其实只有这次而已 原因是因为它的轨道 是属于长洲旗轨道 它是环衣着太阳 八万年才走一个圈 紫金山水星在10月12日 最接近地球 也是最光的时候 大家在日落之后 向着西南至西方网 就会找到它了 10月13日开始 它就会越升越高 同时也会越来越暗 原因是因为它开始远离太阳 所以最佳观测到 紫金山水星的日期 大概是10月13日至10月18日 不过很可惜 天文台的预告就是 13日之后 云梁会增多 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看得到 哇好美啊 日落啊 余暉啊 好美啊 真的好美啊 那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开始time-lapse 了 这边呢 就会是Y镜的 这边呢 就会是Y镜的 而这边呢 就用着85 拿着Sam Yang的85 1.4 这边呢 就会是Canon的40 因为这一部是Crop Sensor的 所以这一部呢 40即是等于60mm 拿着闯镜呢 闯镜呢 是会更漂亮的 而这个呢 主要呢 现在就是拍着 打横的time-lapse 其实我有少少少 挣扎到应不应该是打直的 那 不过anyways 我觉得应该都 应该都 work的 对了 哇 好美啊 自从上次在美国 拍完星回来之后呢 今次是第一次出动 拍天文摄影 超级多蚊 不知道烏蚊还是蚊 很多啊 总之 希望今天会有些成果回去 希望可以拍得到的 祝我好运啦 嗯 西面开始起云了 对了 西面开始起云 金星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理论上呢 颗随星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呢 因为 刚刚日了 没多久都还是很光 所以呢 都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到飞机 好了 现在呢 就已经 咦 后面的钟没了 6点40分左右 那呢 根据 SKY SAFARI说呢 咦 让我看看反转的镜子 根据SKY SAFARI说呢 理论上 其实 颗随星应该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但是因为反差就太低了 那呢 我估计呢 应该它现在在这个位置 再有的 但是我相机呢 好像还是还没看到 是的 可能要回去推得 很厉害才能看得到的 理论上应该就已经在这个位置 那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拍到 那就继续努力吧 我想我应该会留守到7点半左右 没有的 哇 终于出现了 呃 现在是 几点啊 现在不知道几点 呃 6点50分了 那呢 终于被我在个 viewfinder 里看到它了 哇 好兴奋了 我现在立刻转了做manual focus 因为 嗯 嗯 这个 这一部 Dzidushji 这一部 这一部 也积转了做manual focus 而这一边呢 SONY那间呢 嗯 我都应该很快会转做2秒了 因为现在呢 0.4秒钟 那就是1600 ISO 那呢 很快就要转了 哇!我雖然肉眼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 但在螢幕上看到,我覺得很神奇 很開心啊!我上一次看瑞星是COVID期間 是不是2020還是2021年?Neowise 那次我去了套路港,去了科學園看 而在那裡也認識了一位朋友 一直都沒有再見面,只是一個網友 但也有互相追蹤的 我記得那次他和我兩個都神禁早去了那裡拍攝瑞星 那次不太拍到什麼,回來 我覺得這次反而拍到的,是更加壯觀的 因為拍出來是比上次厲害很多的 當然因為他已經離開了近日點 就前兩天的事,12號還是10號 剛剛過了近日點 現在其實應該是最近地球的 他每一晚都會比上一晚更加高 但同時都會慢慢開始暗 那今晚我就考慮今晚有收穫 因為在香港拍攝瑞星其實是一點都不容易 而且在一個這麼方便的地方都能拍到 因為這裡看過去西面,正西面 就會看到瑞星 但其實一看過來左邊 就已經是我們的維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剛才會移動到我的頭這麼大 我忘記了,還縮小了 拍到我的頭很大 其實我覺得香港真的很少人拍天文Vlog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香港的地理位置問題 以及光害的問題 其實在香港是很難很難拍到好的天文攝影 即是你會發現很多厲害的天文攝影的攝影師 他們回家都要做很多猴祭 但在美國那些其實基本上是不用的 因為夠黑 所以我想可能因為這樣而拍天文Vlog的人也不多 那我今次拍這個天文Vlog 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多一點 因為其實我喜歡天文攝影 那我也都喜歡拍Vlog 那希望會出現一個天文Vlog的潮流 希望可以這樣 那還有呢 現在拍片的這部機是Insta360的Ace Pro 那些低光其實都真的OK 我這裡其實基本上沒有光 你看到我臉的紅色光 其實是來自對面純德的紅色光的 所以這樣都可以拍到我臉的紅色光 我覺得都很厲害 真的厲害 這部電影拍的 晚上真的有女兒 對了 那顆睡星 我看我的螢幕睡星應該差不多快要下來了 那麼 對了 回家 展完收拾完再給大家看 我現在準備收拾東西走了 現在是7點15分 你看看 那天 全部都是雲 現在 真是太幸運了 因為 你看看那邊西面那邊完全是 全部都是雲 你看看 應該明天開始有雲 那 那 對了 紫金三水星 真是 一面之緣 拍完照 當然是這一套 我現在來到尖沙咀的 新港中心 那現在就去下面Food Court那邊吃東西了 約了一個朋友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找找找他 看到一個龐大身形的人 就知道 找到他了 嗨 吃飯了 好餓 好 好吧 這裡是 新港中心的 Anima Tokyo 我還是不要亂拍就好了 嘩 好久沒吃過Pepper lunch 叫了一個 黑椒牛肉 和雞肉的商品 那這個人呢 你叫了一個什麼 三瓶 哦 三瓶 你這個是什麼 韓國扒 雞扒 和牛肉 韓國扒 雞扒 和牛肉 好 好 而且這邊叫了一些 八方雲炒 多一點 哦 好像見到你已經吃了兩個次 那兩個不是次來的嗎 不是 是燉的 哦 雞腦湯 哦 雞腦湯 吃東西先 回去剪完片再給大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給我多點鼓勵 給我CLSS 記得留言、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按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G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的了 OK 下集見 吃一會 拜拜